丹四朴尹 严慧 清贫而坚毅的人者 幽兔笑谈成语篇 第223集 丹四朴尹原作《一丹四 一朴尹》 严慧名列孔门德行科 他的个性好学 不会迁路到别人身上 不再犯同样的过错 在所有弟子中最为孔子其重 严慧家庭经常三餐不济 却没有动摇他行人的信念 因此 孔子在隆语 雍野片中称赞严慧 说 贤德呀 严慧 只吃一碗饭 只喝一瓢水 住在简陋的巷子之中 别人都难以忍受这种愁苦 但严慧仍旧没有改变他的快乐 严慧真是贤德呀 严慧英年早逝 对孔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孔子悲叹严慧之死 是上天要毁灭我呀 由此可知孔子痛是英才 那种深沉的惯惜与失落 丹四嫖饮这句成果 就从论语原文一丹四 一嫖饮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生活简单 轻苦 出现丹四嫖饮的书正读 三国位环泛建管领表 以丹四嫖饮过于严子 漏污必依 鱼鱼原县 点缘 轮雨 雍也 子曰 闲灾 回也 一单四 一嫖饮 在陋下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敢其乐 闲灾 回也 注解 一 回 也回 西元前521年至前490年 子子渊 春秋鲁人 孔子弟子 天资名类 品儿好学 于弟子中最前 孔子称其不迁路 不二国 后世称为父圣 列于孔门德行客 一座严子渊 严渊 二 一单四 一板饭 单 竹气 用以承担 三 一瓢饮 一瓢水 瓢 饮气 以葫芦扣分而成 用法说明 一 我的生活很简单 单四嫖饮就够了 二 纵然是单四嫖饮的生活 也未曾埋没他一心向上的志气 三 他过于节俭 长久以来的单四嫖饮终于造成了营养不良 四 他向来安平乐道 虽然过着单四嫖饮的生活仍然很悠哉 五 很多人追求锦衣玉丝的生活 却忽略了单四嫖饮字也有一份甘甜 六 有些独居老人每天过得只是单四嫖饮的生活就满足了 从来不愿接受别人的基础 单四嫖饮 形容生活简单 轻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